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即使有奸臣,也不敢出,就只有那些中奸难辨的皇帝,才会使奸臣当道。 严宗这个奸臣大行祈祷时,正是明朝嘉靖皇帝在位时,这个皇帝喜欢道教,还想长生不老,天天躲在宫里研究不老术,根本不问朝政。 这才出现了严宗这样的奸臣,严宗从科举考试开始,就报定升官发财,心中并没有为国做贡献的想法,因为他老子就是一个考了多年没考上落魄书生,把希望都寄托在严宗的身上。 严宗考上进世时,正是明武宗在位,但严宗突发一场大病,不得不辞官回家,因使他躲过了宦官刘锦泉清朝野的十年。 俗话说,好饭不怕完,严宗并好后,又出任明朝官员,后来凭借才华到朝廷任职,此时正是明世宗的时候,为了自己官场哼哼,严宗一下就抱住了他的同乡夏妍的大腿,凭借同乡感情,夏妍没少照顾严宗,但是严宗可不是那两只恩徒报的人,他是借机救上的小人。 在夏妍的扶持下,严宗很快升任南京礼部尚书,礼部尚书,可以说官运很好,掩盖着严宗能够起来,因为宁世宗重礼仪,就重用了严宗,也使得严宗借机能与宁世宗有直接的交集,使奸臣的人都会察言官色,善于抓住主子性格爱好。 严宗更厉害,他通过世宗入宗庙时的大礼仪之争,又使明世宗对他高看一眼,而此时直言觐见了夏妍,却丢了首府官职,严宗也顾不上夏妍了。 由于夏妍太直,后来劝世宗别迷信道教,本来这是皇帝私事,世宗就很反感夏妍,严宗看到后皇帝这一动向后,根本不顾夏妍之前对自己恩情,居然谗言陷害夏妍,后来还借助抵御达达的国家大事上迫害夏妍, 世宗还读信道,免了夏妍的官,严宗随即升官发财,这种财单恩人肩膀的小人令人痛恨,后来夏妍被严宗害死,严宗还陷害了很多明朝忠臣,致使本来走下坡路,明朝进一步衰弱。 据史料记载,严宗还善于敛财,甚至让自己儿子当助手,被人们称之为大成颖,小丞相,对于家里的财富,严宗儿子严世凡曾说,朝廷无我父,严宗父子全清明朝二十多年,不仅引起重愿,就连老百姓都不愿意了。 明世宗也渐渐对严宗父子不满,明世宗虽然昏庸,但却迷信,有一次他找一个道士做法是,道士说,今天有个奸臣要向皇帝斗士,正好严宗路过,不久明世宗下令斩杀严世凡,没收严宗家财产,把严宗销关为民,后来严宗死了没人管他,太便宜这个奸臣了,严宗虽然是一个奸臣, 但擅长轻辞,而且书法造诣很深,后人还有专门研究严宗书法的,对于严宗书法到底有多厉害,乾隆最有说服力,乾隆时期,供愿要进行科举考试,但供愿大门上,写着至公堂三个字,让乾隆看了很不舒服,因为这个三个字是严宗所写, 堂堂大清王朝,怎么能留下田朝奸臣的字迹呢? 于是乾隆就找来书法,高手写三个字换上,但写了很多字乾隆都不满意,后来乾隆亲自操刀写,写了数遍也没有严宗写得好,无奈之下,乾隆感叹道, 这个奸臣书法记忆太高深,无人能及,从此就保留了严宗的字迹,更多精彩历史,请关注尼腿看课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